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露丝神尹报年底开机 男主暂定警百然 知情人透露两人平凡 赵露丝古装仙侠新剧神尹 很早放出了筹拍消息 期间男主转过程翼和白静庭 但始终没有定下来 9月13日 有博主再次爆出这部剧的消息 除了透露剧集会在12月开机 男主人选也暂时敲定了警百然 据悉 警百然当前已经完成世系 而知情人透露 男方在跟剧组谈平番 从入行时间和咖位上讲 小景其实妥妥地压照露丝一头 奈何女方最近势头正火 再加上作品一步接一步 所以即便是警百然想要争取利益最大化 也必须选择些许让步 警百然对于神尹而言 显然不是一个最优选 相比于古装仙侠作品等深的赵露丝 小景几乎没拍过任何仙侠剧 唯一和她有关联的作品 还是两步捉妖记 而向来高冷的警百然 很不容易和女主产生CP感 这对于她来说都属于是新的挑战 更尴尬的是 警百然和大表姐刘文的恋情 始终沸沸扬扬 而这类仙侠剧在宣传期 需要各种撒糖和互动 刘文的存在肯定会让粉丝和观众 十分容易出戏 先前和超联在男友斗销剧 宣期间的各种事就已经证明了这点 就是不知小景到时候会如何面对了 作为千古绝尘原著 上古的续片神尹的影视化 绝对有着先天优势 不过诸位可别忘了 周冬宇在千古绝尘中 贡献了生涯最差演技 各种五官乱飞不说 甚至还罕见未使用原因 在这一基础上拍续作是相当冒险的 只能说 剧方把宝都压在了赵露丝这里 以前都说杨子有望男主体制 和杨子不同的是 赵露丝是望剧体制 他的剧基本上拍一部红一部 无垒凭借近期大热的星汉灿烂 就吃到了红利 赵露丝的戏约应该早就安排到了明年 所以景百然若能争取到这一合作 对他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范围已然显得不重要了 赵露丝目前在拍的剧是偷偷藏不住 这部剧是8月中旬开机的 所以神尹大概率是接荡偷偷 当然 这期间很可能会出现各种变动 届时男主是否是小景 还是要以官方消息为主 赵露丝在娱乐圈真心相当励志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配角做到各种大女主 他用行动诠释了何谓天道酬勤 希望男星们千万别学李某峰 没事还是要多把心思用在演技和事业上 这样才能拥有赵露丝一样的事业与人生 最后希望神尹早日开机 拍摄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